怎么还有同学分不清英语的时态 信不信雪莲老师一分钟就带你瞄懂 时态时态就是时间和状态 那我们先来看状态 一共就三种 一般是进行式和完成式 一般是强调事实 比如我吃苹果 I eat an apple 强调吃苹果是一种常态和习惯 进行式强调正在进行的动作 比如我现在正在吃苹果 I am eating an apple 强调动作正在进行 完成式强调的是结果 比如I have eaten an apple 我已经吃完了苹果 强调苹果已经吃掉了 这样的一个结果 每一种状态又分成 过去 现在和将来 三种时间 所以一般是就有 一般现在是 I eat an apple 一般过去是 I ate an apple 一般将来是 I will eat an apple 进行式就有 现在进行式 I am eating an apple 过去进行式 过去进行式 I was eating an apple 将来进行式 也就是 I will be eating an apple 完成式也就有了 现在完成式 I have eaten an apple 过去完成式 I had eaten an apple 将来完成式 I will have eaten an apple 你都学会了吗 学会了 就给老师一颗 小星星吧